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八名特种兵深入战乱国家 拼死解救侨民的 经典现代战争电影《红海行动》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2015年中国商船广东号 在距离中国5000海里的索马里外海运送货物时 被一伙亡命海盗劫持 船上的警卫貌似把求救信号发了出去 中国海军收到求救信号后立刻部署 派出01号军舰前往救援 警告无果后 01号派出绰号蛟龙的小队 剿灭海盗营救人质 蛟龙一队和二队利用直升机登船 随时准备出动 但海盗全部退到商船内部 劫持人质并破坏了广东号的油阀 加速行驶 铁力信要把商船开回索马里海域 蛟龙战士们只有10分钟作战时间 时间紧迫 队长杨瑞命令各单位准备进攻 狙击手罗星乘直升机绕到商船船手 在乱流中抓住机会果断开枪 子弹精准命中一名海盗的额头 同时早已叙事待发的其他队员也展开行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驾驶舱 在战士们完美的配合下 所有人质被安全解救 狡猾的海盗残党退手发电机舱 商船不能立即断电 还是无法停下 副队长兼爆破手徐红果断更改目标 带领战士发动强攻 成功用炸药摧毁了液压装置 商船这才失去动力 停在了索马里外海的边缘 海盗们见识不妙 乘小艇逃向索马里 杀了人还想跑 罗星立即申请前去追击 海盗驾驶小艇一阵蛇皮走位 同时接应他的海盗也开火压制直升机 罗星一枪击毁了海盗小艇的动力装置 给队员创造抓捕的条件 但他自己也在接应海盗的攻击下中枪 最终海盗被成功抓捕 罗星则紧急送医 虽然成功保住性命 但脊柱神经受损再也无缘战场 一周后 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法籍华人记者夏南和助理泡面头 正在调查黑市核原料黄炳的相关线索 伊维亚共和国一家能源公司的主管威廉 拥有大量黄炳 并掌握了制造脏弹的技术 他很可能就是黄炳的一手卖家 并且威廉从来不会摘下他脖子上的项链 据传项链里有着一个引发世界混乱的秘密 夏南立即跟老板申请追查这条线索 但老板担心他会有危险拒绝了 夏南和老板打吵一架后 气冲冲的准备回家 上车之前发现手链不见了 就在他转身去捡手链时 汽车突然爆炸 夏南当场呆住 这报复也太快了吧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畏惧 反而坚定了他调查真相的决心 五天后 中国海军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 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叛军勾结恐怖组织 占领了多个主要城市 而恐怖组织头目扎卡也趁机发战 绑架了不少政府官和多国侨民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 林一号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 撤离中国在那的侨民 因为是跨国行动 交流小队只能轻装上阵 改用欧盟国家的武器 并由伊维亚政府提供弹药支持 前狙击手罗星重伤无法行动 上级派来了新狙击手顾顺 顶替他的位置 夏南这边果然没有放弃 他已经带着助理先一步来到 威廉的老巢外监视 此时 威廉正为黄炳出货的事情焦头烂额 打完电话 他从电脑上取下一枚储存卡 放进了项链之中 另一边 中国海军01号战舰 已经抵达伊维亚领海 得到伊维亚政府授权后 舰长命令 全舰进入二级战斗准备 冒着危险局面 入港撤离侨民 女兵牵着小女孩登舰的画面 还原了当时的真实场景 不过 就完港口的侨民任务还没结束 中国驻伊维亚大使馆的人员还没赶到 他们刚上车就被恐怖分子盯上 开路的一辆汗马车 直接被炸弹掀翻 车队被逼进了战区 随后遭到了叛军和恐怖分子的夹击 护送的武警只好先让领事和侨民们 躲进路口的废弃工厂 随后一边混战 一边等待救援 01号舰长接到求救电话后 迅速派出蛟龙突击队前去救援 而伊维亚政府军自身难保 只能给中国军队提供交通支持 队长杨锐迅速制定营救计划 一队的狙击手顾顺和观察员李董 在工厂外建立制高点 其余人跟他由僻邻的居民楼顶进入工厂 二队派三人支援工厂外武警 剩下的留守车队 很快 在政府军的无线电导航下 他们一步步接近领事们被困的工厂 叛军火力强大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轰翻 好在有惊无嫌顺利抵达工厂外围 在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后 队长才准许小队开火还击 这是在他国交战的基本准则 蛟龙突击队一副汉马车建立防守线 然后兵分两路 地面一路发射烟雾弹掩护 从一楼进入工厂 楼顶一路从居民楼天台靠近 然后利用抓钩滑向工厂天台 顾顺和李董则爬上最高的大楼 架设狙击火力点 此时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 用儿童威胁平民当人体炸弹 逼着他们开车冲向政府军 尽管政府军击毙了平民 汽车还是冲到了掩体跟前 恐怖分子按下引爆器 轰然巨响中 政府军伤亡惨重 此时恐怖分子和蛟龙突击队都进了工厂 双方都在寻找工厂内的中国侨民 显然恐怖分子更快一步 躲在房间中的武警只能出去拼命 成功一换二 枪声引来了蛟龙突击队 以杨瑞为首迅速歼灭了这股恐怖分子 确认了被困人员身份开始撤退 此时一楼的队员又遭遇了恐怖分子 不过蛟龙突击队素质过硬 交替掩护之下很快杀出了工厂 撤退之路困难重重 恐怖分子还在用汽车炸弹攻击 顾顺一枪击毙了遥控炸弹的恐怖分子 副队长兼爆破手徐红 让机枪手石头掩护自己 他要过去拆除汽车里的炸弹 脖子上被绑了炸弹的平民很慌张 徐红一边安抚平民冷静一边拆弹 楼顶的顾顺枪法如神 频频击毙叛军斗火力点 给徐红争取了大量时间顺利拆除了炸弹 被困人员已经全部上车 在队长的指挥下 蛟龙突击队交替掩护准备撤退 另一边 夏南还在监视威廉 恐怖分子扎卡的手下突袭了威廉的公司 把包括威廉和领事妻子小梅在内的员工全部绑架 威廉的两名手下悄悄干掉了手车的恐怖分子 抢了两把枪后突然袭击 带着威廉上车冲出了包围 夏南和助手想趁机把车开走解救人质 恐怖分子发现后紧追不舍 疯狂射击中 前车司机死亡汽车侧翻 夏南所在的面包车也爆胎滚下了山崖 车里的人都摔得七魂八素 威廉内部受伤 助手抛面头的脚也被卡住无法脱身 夏南想趁机拿威廉的项链 但恐怖分子的枪响只能让他放弃 暂时躲到车外拐角处 然后趁机悄悄把手机放在了恐怖分子的车座下 这样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他们的老巢 所有人质再次被抓走 夏南找到一部能用的手机 拨打了12308外交部紧急求助电话 于是蛟龙突击队又增添了新的任务 二队护送刚救出来的人回01号 一队补给装备后 却救出李氏的妻子华人小梅 夏南的手机信号最终在伊维亚巴塞姆小镇消失 那里一周前刚被扎卡的恐怖组织占领 蛟龙一队这边准备前往巴塞姆小镇 夏南跟杨瑞说了黄炳的事 并要求一起前往巴塞姆 但杨瑞只管抓紧时间执行任务 哪里顾得上管什么黄炳 此时中国海军收到了扎卡发来的威胁视频 视频中他们残忍杀害了泡面头 并警告中国军队 马上交出伊维亚秘书长的家人 否则下一个杀死的就是视频中的小梅 舰长怒不可遏 可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期盼杨瑞能把人顺利救出来 而杨瑞这边 正跟伊维亚政府军的护送队一起前进 突然遭到恐怖分子的迫击炮袭击 蛟龙突击队反应迅速没有伤亡 而政府军的车队却被当场炸成废铁 随后山坡上出现了一群恐怖分子 开始屠杀政府军 蛟龙小队边还击边制定突围计划 在第二轮炮弹落地后 他们终于在两点钟方向 发现了敌人的迫击炮战地 遥控无人机炸弹飞过去直接引爆 暂时压制了敌人的炮火 其枪手同力迅速火力压制 杨瑞发射烟幕弹遮挡迫击炮战地 顾顺和李董趁机上车去寻找制高点 发射最后一枚烟幕弹时 杨瑞腿部中枪 此时他才意识到 山上还隐藏着恐怖分子的狙击手 烟一散 排击炮战地又开始炮击 这时顾顺终于就位 连续开枪射倒了几名装弹人员和排击炮 但同时 他的位置也被对方狙击手一只儿察觉 一只儿击贼地给排击炮战地 报告老顾顺的位置 他自己也瞄准了顾顺的藏身地 一发炮弹来袭 顾顺用枪托顶着头盔窜出掩体 同时躲过了一只儿的子弹和炮弹的轰炸 一只儿又连开两枪都没中 反而把自己的位置暴露给了李董 李董驾车赶到射程内火力压制一只儿 顾顺一枪击中排击炮的炮弹盒 大爆炸直接摧毁了战地 接下来就是两名狙击手的对决 这只不是对手 反射阳光到顾顺脸上 然后趁机溜走 顾顺果断开枪 子弹一超音速打掉了一只儿的左耳 一只儿的名字由此而来 他不敢停顿 骑上小摩托溜了 战火告一段落 夏南这边也参与到救治伤员的队伍中 整个车队只剩下一辆车还是好的 杨瑞只好带上夏南一起去救人 抵达巴塞姆小镇外围 杨瑞让庄宇去高地驾设天线和林一号取得联系 其他人则偷偷摸进了村庄 夏南的语言优势体现出来 从妇女口中得到了恐怖分子的人数和位置 但是任志盈只有穿过广场这一条路 蛟龙突击队8人 对恐怖分子150人 任务难度可想而知 夏南得知助手泡面头已经被处决 顿时情绪有些崩溃 因为他的丈夫和孩子就死于恐怖分子之手 那时他就发誓要和恐怖分子干到底 杨瑞听后改变主意 决定救出目标人物小梅后 把其他所有任志也一并救走 他的计划是让队中唯一的女性同利 潜入任志营和小梅互换衣服 然后由机枪手石头带小梅远路返回 其他人相互配合炸掉通往任志营的路 带上所有任志穿过沙漠去政府军基地 可同利也是机枪手 交火少了他明显火力不足 这时夏南主动请应 由他去替换小梅 在本地妇女的帮助下 夏南装程送饭人员成功潜入任志营 可此时 在后山架设天线的庄宇被发现 扎卡得知后当即命令手下处决小梅 同时让山上的手下攻击港口的军舰 几发炮弹呼啸着席向林一号 不过他们是自寻死路 林一号的副炮轻松拦截了所有炮弹 随后主炮一发炮弹干掉了山上的恐怖分子 任志营这边被带走的是穿着小梅衣服的夏南 就在他要被处决的时候 杨瑞突然出现 用消音步枪干掉了屋内的恐怖分子 救下了夏南 撤退途中 夏南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威廉 他脖子上的项链已经不见了 小梅这边正被按计划护送撤退 可不巧的是 车子压到尖锐港管爆胎了 眼看就要被恐怖分子发现 无奈只能强闯关卡 先扔几颗手雷 随后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所有人都拼了老命在战斗 杨瑞路过扎卡的房间 无意中发现了扎卡的计划 一架运输机即将运走25吨黄饼 顾顺一枪击毙了对方的一名狙击手 同时自己也被一只盯上并压制 失去狙击手的掩护 蛟龙小队更加举步维艰 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围络过来 蛟龙小队边打边撤 终于攻入仁志营炸开围墙 徐红趁乱抢了一辆坦克 一炮轰出 炮弹穿过数道墙壁轰然爆炸 强大的火力为杨瑞打开了突围之路 顺利带着下南进入坦克 此时 零一号已经失去和蛟龙小队的联系许久 只能暂时退到外港 并出动无人机前去支援 顾顺这边隔墙连开三枪 把躲在屋内的一只耳击毙 庄宇在撤退时被恐怖分子围困 弹尽两绝后 最终壮丽牺牲 不过他在咽气前 挣扎着打开了信号装置 无人机寻着微弱的信号快速赶往 同时 队员也收到了同力的求救信号 他们正被恐怖分子穷追猛打 石头也死在了乱枪之下 就在绝望之际 最后两名队员终于寻着信号而来 干掉了包围同力他们的恐怖分子 此时 杨瑞和徐红三人正在坦克里跟敌方对空 但是坦克装甲太后又是一打多 他们只能不断周旋 打对方坦克的履带 砰的一声 冷却系统突然被击中 坦克已经开不了多久了 好在前方出现了沙尘暴 杨瑞命令直接冲进去 让封杀掩护他们 徐红一阵蛇皮走位规避锁定 他们的炮塔已经无法旋转 杨瑞选择用反应装甲 应接对方一炮 然后利用车身旋转 又干掉了一辆敌方坦克 可敌方最后一辆坦克也击中了他们 这下坦克彻底趴窝 好在沙尘暴及时覆盖了他们 徐红率先行动 在几乎为零的能见度中 炸掉了对方坦克的履带 夏南也捡了一把枪 从背后干掉一名敌人 但他马上腿部就中了一枪 杨瑞回到坦克内 准备最后一击干掉对方坦克 但敌方更快一步 炮口已经瞄准了他们 紧要关头无人机赶到 一颗导弹炸毁了敌方坦克 这场临时战争终于结束 政府军派来接应的直升机也来了 不过经过此事 杨瑞更加坚定信念 决定黄炳的事他管定了 军舰还是联系不上 政府军也只能提供一架直升机援助 杨瑞带领剩下的三名队员当即出发 并在距离恐怖分子交易地点 两公里处跳机 用翼装飞行的方式悄悄接近 落地后从远处观察 这里是威廉生产黄炳的秘密要塞 顾顺在李董的掩护下 突然出现在指挥塔内部 两人相互配合 清理掉放风的敌人 随后在指挥塔架设狙击点 同力巴在卡车底盘 率先接近交易地点 一架预出机正在装货 大量黄炳即将被运走 杨瑞巴在第二辆车下也接近现场 此时 叛军首领乘直升机赶到 扎卡把装有脏弹技术的内存卡项链 交给首领 可随后得到叛军会吃掉他们的消息 扎卡手下率先发战 干掉眼前的叛军 双方展开激烈枪战 交流小队四人也趁机加入战局 杨瑞抓住了扎卡 而前去控制运输机的同力 也被扎卡手下控制 双方展开对峙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指挥塔上的顾顺 刚才被直升机扫射受伤 李董作为观察员 扛起狙击枪实在压力山大 不过 他成功顶住压力 一枪正中眉心 击毙了挟持同力的恐怖分子 没想到扎卡为了黄炳 竟然自杀了 杨瑞没了人质 瞬间陷入地面和空中的双向打击 此时 同力在运输机上发现了毒刺防空导弹 毫不犹豫 赶紧对着武装直升机来了一发 直升机逃无可逃 直接被击落 杨瑞拿到项链 和队员一起上了运输机 顶着叛军的追击 关闭尾舱门 控制运输机起飞了 这场浩劫到此才终于结束 回到林一号 他们为阵亡的两位烈士 举行了庄严的送别仪式 蛟龙小队不如使命 没有放弃任何一名中国侨民 即使牺牲再多 也绝不放弃不该放弃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态度 《红海行动》 删用于2018年 剧本根据2015年发生的 野门撤侨事件改编 由美工河行动导演林超贤指导 耗资5亿人民币 其中军事装备高达2亿 部分爆炸场面 用的都是真实的炮弹 把中国军事题材影片 推向新高度的同时 也体现了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 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的 大国尊严责任和气魄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个 只有祖国强盛 才能不畏强敌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